今天讲一下怎样做些堆肥瓶 先用水瓶拿起腰 身上拿起腰 在头上把所有放弃孔 在身上把孔放弃孔 不许小一点 在底下把两个孔放弃孔 然后放弃孔 因为这里拿起腰 所以我们可以刚刚在斜斜的位置切断 变成这个顶部可以做盖子 吸进去 那做成是怎样的呢 像这个这样 放一瓶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的 我切断它 接着可以盖上去 用的时候怎样用呢 就开了盖子 将它插在花盆里面 插住它固定就可以了 上面可以放些厨余 放完之后 就盖上盖子 如果盖子弄得不好 如果没有漏气 如果盖子弄得不好 如果没有弄气 如果乌鹰或者果形都飞进去 我们可以用膠纸 盖上盖子 上面插住两个气孔 然后盖子 盖上盖子 吸回上面 这样 果形和乌鹰就不能飞出飞进去 大花盆用大瓶,小花盆用小瓶 用小瓶的瓶,饮水瓶也是握腰的 原理一样,在底部打满洞,呼气 然后在斜口,在斜口切碎 大约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做好的,就是这个 原本是这样的,切断它 让厨余可以放进去,盖上盖 烏鹰和果仪就不会飞出来 用小花盆用小瓶 这个肥瓶,放进去固定,不移动 就可以了,打开盖子 放一些厨余进去,盖上盖子 果仪就不会飞出飞入 像这个花盆,我们放一个堆肥瓶 在中间的厨余进去,盖上盖子 不要太深了 然后呢 把瓶打开盖子 把瓶子倒匀 把瓶倒插进去 把瓶倒插进去 用力小小的厨余进去 固定了它,就不会动了 然后打开这个盖子 把瓶放进去 把瓶放进去 把瓶子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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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瓶子放在一边 把瓶子放进去 如果不错 而中间的瓶子或瓶子 その后,把瓶子放进去 把瓶子放进去 帮瓶子放进去 然后果形就不会飞出飞进了 这个已经放了堆肥了 盖上胶纸,几个洞 盖上盖子 等它化了 感谢观看